火災情况可以看见当时火车相当大 许多铁家跟铁门都被烧到牛区边形 下方人员获报后也赶紧入内抢救 因为透天错的楼上还有行动不便的长者 受困在里面 我们在抵达现场之前就有民众跟指挥中心 报告表示说有三名患者待救 一名是在一楼的男性年约75岁 然后两名在四楼后阳台 那我们抵达的时候其实他火车都已经冒出了 而号深夜11点多高雄市大辽区这一处民宅 突然发生火警 现场共有93岁的老翁与76岁的太太跟女儿受困在内 属性经过消防人员抢救过后 只有吸到少许农烟没有大碍 而起火点疑似是在一楼的车库 大货弟兄也在车库内发现一瓶外泄的瓦斯 疑似就是起火原因 但瓦斯为何会突然破裂的酿成火灾 都害有待火吊壳进一步离清